大家好,我是苏小河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著名的钟南山医生 钟先生,在中国的医学界,那是大名鼎鼎 不仅仅是医学界,在中国的公共领域是大名鼎鼎 他的名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从2003年的北京的非典到今天的武汉的肺炎 钟南山的名字都是如雷贯耳 看上去他像一个非常严格的,非常缜密的 也是非常公正的,这么一个医学的专家 总是在密奥的时候会说出共产党想说 而不方便说的话 所以我们说钟南山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 我们发现他事实上是中共的一个在威蓝时刻的代言人 他的观点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正义的声音 更多的时候他可能是在土共处在危机的时候 所有意释放出来的一个公共问题的发言人 甚至看上去有一点专业的特征 用土共的话讲就是他可能是土共所需要的 也是比较喜欢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代表 就是钟先生,钟医生 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活 怎么获得人生的意义 完全是靠自己的一个自由选择 一个人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 我为什么今天要说一说钟医生呢 钟南山医生呢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 至少是有一部分人知道的 在2003年的时候 真正把这个北京的这个SARS公布于市的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的一个勇敢的医生 是一个叫蒋炎勇的医生 那个时候他就是一次又一次给 这个中央的某些这个领导啊写信 然后每次都是有无一信啊 最后呢他基于他自己的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 基于他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基于他的作为一个医生的专业的一个 职责意识和使命意识 所以他把这个北京SARS的内幕 就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给了这个美国的媒体 由此呢美国的媒体把这样的 北京SARS的消息呢 公布于市 然后终于引起了这个 中共中央上面的那些这个大佬们的关注 由此才构成了一个 2003年一个非典的一个全球型的事件 所以蒋医生在那个在那样的一个时刻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吹哨人啊 可是今天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呢 更让人悲催的是 在那样的时刻一开始是蒋医生出来的 后来很快就被这个一个叫钟南山医生的 这样的一个同样是科学院院士 一个专家就抢了风头啊 然后就是成为了当时的一个 医学领域的一个代言人 一个专家的一个新闻发言人 直到今天他依然 钟南山医生依然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是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护起手 是共产党在未来时刻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辩护人 很好的一个传身童 他的身上你要仔细考察 你如果不是那么轻易的相信他的话 如果了解土共的一些 做事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细节 那么你就能够看出来 钟南山医生 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科学家 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御用的一个专家 典型的御用文人 当然他不是个文人呢 是一个御用的医学家 是一个御用的科学家 而蒋医生的蒋先生的到今天为止 依然处在一个软禁的状态 他平时是不能出门的 永远有一批的国宝在他的家门口守着他 他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还活着 但是他身体已经非常不好 只能靠他的脑伴 然后艰苦的在照顾着他 他的声音一点也出不来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这是关于这个钟南山医生的第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说他 这是第一点 就是他事实上 并不是当年的一个吹哨人 并不是当年的一个正比一呼的勇士 并不是一个追求真理 一个有勇敢的这样的一个医学家 不是的 真正的勇敢的医学家 真正的吹哨人 是一个叫蒋延勇的一个老科学家 老医生 蒋医生那是毕业于燕金大学的 燕金大学是个教会大学 这个教会大学 燕金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所以这个蒋医生 他最终他是要服从于真理的 这个用亚利斯多德的话讲就是 我爱老师 但我更爱真理 那用中国的话讲就是 我尊重你中共的领导 但是我更尊重真理 所以这个蒋医生 他在这个意义上 是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那以后的历史 是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名字 记住这样的一个老人 怎样在关键时刻 拯救了很多中国人的生命 那另外一个我要说的是 关于与钟南山有关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钟南山这个人 他其实他的身世是很苦的 这个他是生于 这个1936年 今年已经是80多岁了 85 84 85的样子 86的样子了 他的父亲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医学家 在广州那一带 那是大面顶顶的医学的权威 他的妈妈也是一个医院的 很著名的医院的副院长 但是他妈妈非常的不幸 在文革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是一个有良性的知识分子 所以他很快就被打倒了 天天批斗 这样的一个富人 这样的一个一辈子致力于医学研究 治病救人的一个女人 完全经不起这样的屈辱 所以他在文革的时候 就是自杀身亡 这是钟兰山医生的母亲 去世的时候 这个自杀的时候 年仅56岁 非常的年轻 那个时候钟兰山也就20岁左右吧 估计还不到20 20岁左右 这就是这个 而他的父亲呢 接下来的又接受 这个年年被批斗 被称为是这个 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术的权威 这个在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 正在天天批斗 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 所以这个钟医生 钟兰山医生 小时候年轻的时候 生活是很不幸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这样的一个 这个叫做与共产党 绝对存在一个叫杀母之仇的 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这样的一个医学家 他怎么就成为了 今天的共产党的一个御用文人呢 成为了一个共产党的 这个关键时刻 帮共产党说话的 一个正能量代言人呢 一个人怎么可能忘记 自己的母亲是怎样去世的呢 他怎么没有一点点 对真理对正义的 一种坚守的勇气呢 这是我今天想说的话题 真的 我特别想说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呢 每个人他都处在一个错误的 一个观念的状态 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习惯性的 错误状态 我称之为叫无吝无知无耻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这样子的 一个人在少年时代 他处在一个错误的状态 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个我们说一个人最大的事情 一定要应来一场信仰的更新 应来一个信仰的翻转 观念秩序的更新 一个人要从一个成就的人 要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人一定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事实上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命 一定要经过一次伟大的一个生命的转换 从一个成就人 一个成就的人 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事实上一种文化 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动物 这个发展的态势 也一定要经历过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范式转换 要从一个成就的文化 变成一个新造的文化 所以这个更新是如此的重要 一个人的更新 一个国家的更新 一个文化传统的更新 都非常的重要 在绝对的意义上 一个人如果没有更新 他就是一个旧人 那就只能永远处在一个成就的错误的状态 而一个文化也是如此 一个文化传统如果没有来自于 这个上帝信仰的一种推动 而产生一种伟大的一种观念的转换 那么他一定是一个苦难的文化 一定是一个害人的文化 一定是一个吃人的文化 所以我们鲁迅先生说 为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典籍翻来翻去去 只是看见两个字 就是吃人了 中国的文化是个吃人的文化 我们的这些年也深有同感 真的是这样 当我们回到这个钟南山医生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他从一个具有这个 杀母之仇的这样的一个 少年勤结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母亲被共产党活活的逼死 自杀身亡 然后他年长以后 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以后 他自己拥有了一定的医学的专业水平以后 他居然就成为了共产党的一个同盟 成为了共产党的一个代言人 这样的生活 你怎么去解释呢 所以我们说钟南山医生 他事实上 他在生命的意义上 他是一个救人 他是一个成就的人 他的生命虽然已经80多岁了 他从来没有迎来一场伟大的生命的更新 他不是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能解释 为什么一个那么热爱他的母亲的人 居然跟杀母 杀害他的母亲的人成为一个盟友 你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你从简单的情感的层面 你从愤怒的层面 你从利益的层面 你都无法理解 为什么 难道他不知道 要为自己的母亲要复仇吗 难道他不想起自己的母亲 难道他心里不悲伤吗 谁不热爱自己的妈妈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母亲的人 当我们说母亲的时候 我们总是热泪盈眶 即便我的母亲不是一个文化人 但我想起他 我也充满了感恩 感谢他把我养大 感谢他一把泪 一把汗的 真的把我拉扯大 我非常的感恩 难道他不感恩吗 难道他不感谢他的妈妈吗 而且他的妈妈自杀生亡的时候 他已经有20岁左右了 他已经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 他没有说像有的人说 妈妈去世的时候自己还懵懂无知 根本就不计事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年轻人了 他为什么一点点记忆都没有呢 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一个人如果没有迎来一场伟大的 生命的更新的话 那么他就是一个成就的人 他不是一个新造的人 相关的案例非常的多 但我首先讲一个已经更新的案例 同样是在广东 有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 如果我的印象没错的话 应该叫高坤 是一个物理学家 还是怎么着 然后他得了诺贝尔奖 非常的有名 然后土工这些年就不断的去游说他 希望他回中国 然后比如给他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什么副校长 然后给他一个终身教授 给他一个学部委员 给他一个科学院的院士 凡是所有能给他的 能给知识分子所有的奖励 都愿意给他 因为他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 他得过诺贾 而且他们在先生的老家 给他修了他的故居 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 得过诺贾的科学家 当年那是他的父母冒着生命危险 在当地的人都分封饿死的情况下 想一切办法让他逃出去 先逃到香港 然后再艰苦的谋生 然后再求学 然后再去美国 然后再成为一个大名领领的科学家 所以这个他是 而且他的母亲和父亲 在当时就已经就活活的就饿死了 所以他活着的 他这个一直到现在 他没有再见过他的妈妈 没有再见过他的父亲 这样也是 他的父母双双被共产党逼死 所以后来有人就问这个先生 他说为什么不回来 他说我如果回来的话 那我就是枉费了我的父母的当年的一番苦心 我的当年的父母冒着生命的危险 这是想一切办法让我逃出去 我好不容易逃出去 我怎么能回去呢 这是一个新造的人 他的观念一定发生了伟大的变化 他一定生命一定印了一场伟大的更新 否则他不会大佬如此的清晰 他否则他不会放弃如此炫慕的诱惑 不会的 所以我们说用他的事迹 跟我们的钟南山一生相比的话 真是天壤之彼 事实上具有同样成就生命痕迹的人 是比比皆是 有些人真的就是他永远没有被更新过 他永远都是个成就的人 不管他当多大的官 不管他有多大的名气 不管他赚多少钱 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成就的人 是一个废人 是一个腐败的人 是一个腐难的人 他是一个生命毫无希望的人 他是一个他的生命毫无意义的人 他是一个赚到了全世界 却丧失了自己生命的人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现任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 那刘鹤小时候也是充满了艰辛 非常的辛苦 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是在成都的锦江饭店 跳楼自杀 当时刘鹤才十几岁 而他爸爸当时才四十多岁 非常年轻的一个共产党的高官 就这样从楼上一跃而下 从此成为一个死人 我想刘鹤他一定记得他爸爸的样子 他十几岁了 一定记得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的样子 据说去世以后 刘鹤是他的唯一的儿子 所以据说刘鹤被有些人带到殡仪馆 带到停尸房 看了他的父亲最后一眼 看了他父亲的尸体一眼 我不知道今天的刘鹤 他老子你想什么 这样的一个杀父之仇的人 这样的一个共产党 把他亲爱的父亲逼死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怎么就不记得共产党是一个如此邪恶 如此这个六亲不认 如此这个吞噬所有生命的这样一个邪恶的组织呢 怎么还为共产党服务呢 原因 即不是利益的原因 也不是知名度的原因 也不是什么这个当官发财的原因 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观念 他没有形成一个伟大的更新了 他是一个旧人 他是一个成就的人 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 包括这个今天这个高高在上的 这个习近平这样的混蛋 他小时候也是非常接近的 也是一个问题少年 这个连父母都讨厌他的 然后无家可归的 所有人整个社会都抛弃他 然后年几星期没有读书就赶到农村医当这个知青了 然后其实就扔在 把他扔在农村里面 不管他的死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开始 他非常辛苦的 且不说他当知青是多么的辛苦 就说这个80年代 这个共产党类不类斗吗 要批这个胡耀邦 批这个赵紫阳 尤其是批胡耀邦 这个习近平的父亲叫习仲勋 是帮胡耀邦说话的 当这个薄新来的这个爸爸 薄一波等一票人的都在骂这个胡耀邦的时候 据说只有这个习仲勋先生的才是 振兵一呼站起来 说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应该是在重演文革吗 这样就招来了丁小平的 陈云的这一帮元老的不喜欢 所以这个习近平一家人 习仲勋一家人 80年代就被这个什么 习近平赶到了南方 赶到了深圳 然后赶出了北京的权力中心 他们这些元老都撕着一下嘲笑这个习仲勋是精神病 是个疯子 就这样的一个绅士的人 习近平今天当了这个 所谓的一眼九鼎的核心之后 依然是共产党的一个穷穷极极极的杀手 比这个邓小平比这个陈云 有的恶 人行之恶 有过之而无不羁 那为什么 他的观念没有转换 他的生命没有更新 他是一个旧人 他在还没死之前 他就已经是一个死人 他还没活之前 他活着的时候 他就是活着的死人 圣经里有这样的话 让死人去埋葬死人 你别看他们今天在这个东南海 渔逛而入啊 这个什么车水马农 他们是一群活着的死人 完全没有更新 一开始就是死人 现在是死人 以后也是死人 一开始就生活在地狱之中 现在也生活在地狱之中 以后也是生活在地狱之中 这就是一个 这个人他没有经过伟大的更新 所产生的必然的这个后果 所以我们说这个 从这个一系列的人 我们就发现 什么叫做新造的人 什么叫成就的人 我们就钟南山医生 他就是这样 他在身上其实有很多 很多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讲 一个人他的生命的痕迹 主要是来自于妈妈的影响 我们说这个一个优秀的人 他之所以优秀 很有可能是受到 他的母亲的影响 而不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所以母亲的教育 母亲的言传身教 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 那是极其重要的 我是完全认同这样的 这个一个所谓的教育理念的 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 比如说当我们说 这个亚当斯密的时候 我们发现亚当斯密 主要是受到他妈妈的影响 比如说当我们说 这个伟大的思想家 这个奥古斯林的时候 这奥古斯林年轻人是个混蛋 只有他的妈妈 对他构成了一个生命的 一个绝对的影响 所以他在《忏悔》里面 讲的最多的就是他的母亲 对他构成了一个生命的 伟大的影响 还有这个康德也是 康德从小就被不讨人喜欢了 因为他长得很矮 不好看 社会上的很多人都歧视他 但是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 是一个非常宠爱他的人 所以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是受到他的母亲的影响 真的 一个人受自己的母亲的影响 这是有福的 因为我母亲通常看上去都是温柔 黏密 充满了同信心 而且女人一般比男人更加坚韧 男人更容易放弃 女人更加坚韧 所以我有时候想起我的母亲也是 虽然我的母亲没有那么炫慕 就是普通妇女 也不认识几个字 但是他真的非常顽强 而且永远充满了 对生活的一种坚守的能力 击打的能力 他不会亲眼放弃的 真的 我现在自己年轻大了 我有时候看看自己 我越来越觉得 我更加像我的母亲 而不是像我的父亲 所以我就想 钟南山医生 他的妈妈是一个 协和医学院毕业的 那协和医学院也是一个教会医学院 是美国人帮着办的 那里面的学生 他都是拥有非常良好的 基督信仰的训练 爱人如己的训练 这样一些优秀的女生 所以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女性在北京的 叫做一下子我想不起来的 就是一个万音之母 就是在中国最好的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叫您什么来的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的 画到嘴边 就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 我没有考察过 应该她和钟南山医生的妈妈 即使肯定是同校了 是不是同学就不知道了 总之这样的一个母亲 应该对钟南山医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的 为什么这样的人 她就变成了一个 与共产党合谋作恶的人呢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们要思考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 这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而不是成为一个成就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